一起圓梦 成果展开幕式中 圆明班同学特别展演 都所圆明音乐舞蹈 会中并展现圆明传统地支 记忆文化 全部都是由最坦之不及之出来的 有没有看到画面那大块的 后面的这些作品 全部都是我们的毕业的 学长剪的作品留下来的 那在外面看到的就是 我们一二三年级的作品展现出来 成果展出了动态展演外 静态特别展示同学们 亲手制作的陶艺 传统编织 木雕 意识研磨等 学期毕业作品 我们这是陶艺的陶碑制作 然后陶碑的绘图制作 然后上面看到的这个 都是我们亲手绘制上去 然后这个碑子的形状 也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 然后这就是另外一部讲师 然后来教我们做那种传统的创作 学生在做这些作品的时候 他们都是非常付出很多时间跟精力 不管在课堂上 或是利用假日的时间来去做自己的作品 其实学生对于自己的作品 或是那个作品的样式 他们都是自己的要求 那我们老师就是站在旁边的角度 去协助他们去完成这个作品 医理高中原住民艺人班 105学年度起设立 主要希望培养原民学生的艺术专场 发掘艺术潜能 建立多元文化教育形态 传承原民艺术跟文化 发扬本土化艺术特色 原始新闻 发布了花里玉璃采访报道